小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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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遼國的傳統市場 小鋼要在這邊進行 第一個挑戰關卡 那我現在可以知道我的第一回合 挑戰項目是什麼 給你囉 就這樣啊 在這裡面 小鋼的第一回合挑戰就在這個裡面 是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反正小鋼已經有心理準備 什麼東西來小鋼都不怕 瞇一下先 這我想說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才對吧 小鋼這個第一個挑戰 就好小鋼使用一下 這個 六隻腳 腳上面都有刺 然後 有翅膀的 會飛的 我給觀眾朋友 密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還看著我 這個就是我的第一個挑戰項目 確定囉 好 這個是小鋼的第一個挑戰項目 小鋼不可以怕 因為 這只是第一關 你看我 我看 你 這隻蝗蟲也太大隻啦 導遊說 遼過早年因為戰亂的關係 食物匱乏 只好拿各式各樣的 怪蟲 來補充蛋白質 這種飲食習慣 又有傳至今 就形成當地特有的飲食文化 不過製作單位也太狠了 一開始就祭出這道肥滋滋的炸黃蟲 當開胃菜 愛我愛喵 啊我碰到他了 刺刺的 刺刺的 而且 其實你知得出他那個 土 土味是不是野味 哇 哇 苦味 苦味 那個苦味 有 泡泡江水 連綿不絕這樣 把我蹲去這樣 哇好苦喔 這炸黃蟲的味道真是給他 爆苦啊 不過 只要你不去想這是可怕的蟲蟲 心裡好像就不會這麼排斥 但製作單位也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啊 在這疊開胃冷盤之後 還有更多不可思議的怪東西等著我去挑戰 既來自者安置 GO 前進市場去吧 好多蟲喔 整攤都是蟲 而且媽媽都還一直在笑 老闆娘請問 這些蟲都是你自己抓的嗎 都自己抓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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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你們這些蟲有沒有分等級 什麼蟲是比較貴 什麼蟲是比較便宜的 什麼蟲是比較便宜的 最好吃是不是 那這是什麼蟲 那這是什麼蟲 在竹子裡面長的啊 這隻夠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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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吃耶 那它剛剛放進去的口感很像蝦味鮮 只是它吃到後來 還是有那個刷刷的那個感覺 老闆娘 你們這些蟲是正式的一道菜 還是點心 竹子... 下酒菜 唉呦很特別齁 台灣下酒菜是一些鳳爪啊 小黃瓜啊 一些滷味啊 他們的下酒菜就是這個 誒 老闆娘...這什麼蟲 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自己養的啊 這個看起來好像蟑螂喔 像不像蟑螂 要虛虛斷了 哇 好苦喔 小剛是敢喝古茶的人喔 真的比古茶還要苦 而且 這個好難吃喔 最後一個最難吃了 這才是蟲蟲大集合嘛 每次長相讓我看了都覺得 反胃 惡性 老闆娘還說每盤從不二價 全部撩幣一萬塊 每盤相當於台幣四十塊 蛤 問我要不要買回去當宵夜 耍嘴耍嘴 不用客氣老闆娘 您留著自己耍嘴耍嘴 那我現在有請我們的裁判 看看我能不能在這一關能不能過關 有請我們的裁判 非常好 我過關了 還好 要是媽媽不給我過關 我可能還要再多吃什麼抽 我可能會 好 現在我已經過關了 那我要準備去挑戰我的第二回合 話不動說 你 耶 開心開心 真開心 感謝陶芸牛給我的支持與肯定 這下小鋼我更有信心去挑戰下一個關卡 但說真的 寮國人到底有多愛吃蟲 你看這個市場就知道 幾乎每一攤都在賣蟲 不管大蟲小蟲 只見滿山滿谷都是蟲 這寮國人 該不會把蟲當米飯 沉沉筆吃 我這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妹妹 過去跟她打招呼 大家好 我可以跟妳要電話嗎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啊 她說可以耶 害我都害羞 開玩笑我不能這樣子啦 這樣子 妳在弄什麼東西 鹹魚 賣鹹魚啊 這跟我印象中那個 鹹魚不太一樣 我 這是鹿魚耶 哇 哇好臭喔 這也太臭了吧 這是 這是醃大便的味道 這個好臭 它這個有名字嗎 這是鹹魚 臭魚醬啊 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因為真的很臭 它真的很臭 妳知不知道這個怎麼做 這個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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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那種成年的那種 腳氣病跟香港腳 然後已經 都已經爛爛的還長毛了 然後穿皮鞋不穿襪子 然後去 那種皮鞋 是劣質皮鞋 不透風 然後穿進去 然後去跑步 跑個兩三天不洗澡 拔出來那個味道 都比這個還要香 妳們 從小 妳從小就吃 會吃這個嗎 從小就吃 妳從小就吃這麼臭的東西 妳告訴我 妳告訴我 妳怎麼了 妳告訴我 妳怎麼會吃這麼臭的東西 這其貌不揚的臭魚醬 竟然散發出一種 像賽一樣的賽比 而且比臭豆腐還要臭 竟然製作原理跟臭豆腐差不多 發酵越久 越是好醬 妳看這臭魚醬 身體這麼漂亮 該不會每天都吃臭魚醬 當然了 沒錯 妹妹說這個臭魚醬 遼國人三餐都離不開它 不管是炒飯 做菜 煮湯 通通要像味精一樣 來上一匙才夠味 但一聞到這種臭魚醬的塞皮 我頭皮都發麻了 我只好捏著鼻子 硬著頭皮 拚啦 小光現在就要來挑戰這個 臭魚醬 臭魚醬 小光 是挑戰者 我挑戰一條魚 哇好吃 真的很臭耶 好 我挑戰 小光現在要挑戰 臭魚醬的一整條魚 小光等一下還會不會活著 我不知道 但如果我不在了 請包帶回台灣 ponto 阿這好辣喔 因為整個嘴巴裡面 都是那個 那個臭魚醬的那個 我會講那個蜻味 然後好鮮喔 很鹹 很臭 然後它那個味道會直接這樣子 從這邊進去 然後從鼻孔出來 從鼻孔出來 又從眼睛進去 眼睛進去又從耳朵出來 耳朵出來後又回到嘴巴裡面 好臭喔 現在小鋼 小鋼的臭魚挑戰賽 又到了要給分的時間了 這個真的太臭了 但是我還是要請評審給分 來 評審 請給分 我們的翻譯大哥 沒有講話 請給分 為什麼 講清楚 講清楚 講清楚說明白 我玩到 講清楚 我玩到 我玩到 吃太小口 吃太小口 嫌我吃太小口 你這個臭魚妹 是跟製作單位 聯合串通來整我的本人 好好好 不然你來吃吃看 你吃啊你吃啊 莫名其妙給我個叉 我不會送啦 好 沒關係 好 好說什麼下一關 我聯盟帶你逃回來 你們 走就敲了 先開HSKO 定定 10 40 好 快點